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深受其困扰 刘真长期因为患有心脏方面的疾病而感到痛苦 近年来病情越发严重 她不时会出现头晕 胸闷 喘不过气甚至昏倒的症状 跳舞运动量大的她苦不堪言 但敬业的刘真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并且一直以健康的形象示人 连不少好友都不知道她的病况 不过随着发病频率越来越高 加上年龄的增长 医生表示 她若不及时动手术 未来恐怕就要承受心脏衰竭猝死以及脑中风的风险 所以 在和家人商量之后 刘真才决定在二月初到医院进行了主动脉半膜治换手术 无奈事与愿违 原本心脏状态就不佳的刘真术后心脏骤停 情况危急 医疗团队紧急装上叶克膜抢救 二月中旬她撤除了叶克膜 装上心脏辅助器 等待心脏移植 如今刘真术后一个月了 还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 一直靠呼吸器来维持生命 刘真自己也在靠意志力努力地活下去 据了解 医院方近来帮刘真做电脑断层检查 至今仍在全力抢救 希望能有奇迹 上个月月底 新龙在爱妻刘真入院抢救后首度发声 他表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妻子的生命 并希望大家一起为刘真祈福 新龙透露自己放手机里女儿的声音 给她听 她会流泪 新龙在刘真入院后 全面停止工作 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 内心十分彷徨煎熬 同时新龙还要兼顾年仅四岁的女儿妮妮 心力交瘁 她的老板吴宗献日前在接受访问时就透露新龙现在的状态非常不好 情绪波动大 身边的人也无能为力 只能一起为刘真祈祷 从传出刘真并未抢救到现在 网友们纷纷到她的社交账号下 为她留言 加油打气 期盼她能赶快度过危机 3月3日传来关于刘真脑内自发性出血 而医院方面也是展开了紧急抢救手术 3月4日在一次传来了关于刘真病情的最新小学生上 刘真 孔江城 重症植物人 医生透露情况很糟糕 换星已经没有意义 据医生方面的消息透露 刘真在紧急开颅手术之后 她身体的情况已经非常的严重了 而且关于脑内出血的危险状态处于了AI最高级别 如果情况再一次恶化 脑部情况比心脏的更让人担忧 据心脏内科的组织医生声称 刘真 脑内出血的情况与心脏手术有着直接的联系 也就是意味着在前面手术之后 这26天的时间里 刘真不仅仅是没有处于恢复之中 更是达到了失去自主意识之后的最坏状态 目前 刘真脑内的血块已经完全清理干净 但脑压力其实比心脏更难受 而且脑功能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据医生透露 刘真夜视膜使用时间过程 她的身体机能将会再一次受到威胁 严重的情况甚至是脑神经受损 再以这样子的无自主意识 刘真接下来就等于是换心也没有意义了 而且 情况糟糕到恐怕她会成为一个永远醒不过来的植物人 自主呼吸是靠插管 心脏也是靠外界的辅助器 就连益克膜还没有撤离之前 她脑内又出现了血块 进行了开乳手术 一旦刘真的脑神经受损 她将真正没有醒来的可能性了 而早在3月3日 其实刘真的老公辛龙也证实了老婆的身体情况 已经属于高危级别 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可能 让大家心酸的就是刘真才4岁的女儿 还在哭着要找妈妈 刘真的家人与老公都是对女儿隐藏着妈妈病危的消息 就连吴宗献也看下去 希望大家给刘真加油打气 希望她能度过这一关 毕竟孩子还太小 她也太年轻 才40出头就遭遇如此大劫 真的让人心疼 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谁也说不清楚 刘真面临着是一个人生的大难关 希望孩子一切顺利 也希望她能好好地醒来 毕竟大家都希望她能回到女儿的身边 望一切安好 今年2月中旬 刘真首度传出并危住院的消息 当时刘真病情不明朗 外界只知道她已婚离一周 靠叶克摩续命 丈夫辛龙及刘真家人想让刘真安静养病 因此一开始并不愿意公开刘真住院的消息 随着外界关注度越来越高 辛龙在数天后发表长文回应此事 辛龙称 刘真病情严重 除了医生外 其他人能做的事情就是为她极其祈祷 她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刘真的性命 据报道 刘真一直有心脏救急 不时会令她气喘 呼吸困难 严重时甚至会晕倒 随着刘真年纪渐长 她的救急发作频率和程度都有加重 医生建议刘真要尽早做手术 否则可能会出现心脏衰竭和脑中风 过年后 刘真住进医院准备进行预约好的心脏手术 2月7日 刘真在做主动脉半治患手术时心脏骤停 要紧急装置叶克膜抢救 之后一直陷入昏迷 刘真母亲则指女儿在术后不久就已经清醒 安抚刘真舞蹈学校的学生 有医学界资深人士分析刘真病情后 认为刘真要完全康复 只能靠排队等候换新 但刘真的身体未必能撑到那个时候 3月3日 刘真再度传来病危消息 报道指 医院在为刘真进行电脑断层扫描时 发现刘真出现自发性出血 医院方为她紧急进行开炉手术 外界都很担心刘真的病情 但她的丈夫新龙不接电话 不回短信 而新龙经纪公司老板吴宗献则表示不方便回应 感谢大家关心 希望大家继续一起为刘真极其其福 3月4日早上 台媒更新了消息 指在3月初 医生发现刘真手脚不能动 检查之后发现她有脑中风和血管堵塞的情况 当时进行了4次清除脑部血块手术 到了3月3日傍晚又进行第5次手术 清理剩余血块 至于刘真为何会突发脑出血 台媒采访医生 对方表示 刘真使用叶克膜 心室辅助器等维持心脏功能的设备 副重用就是易产生血栓 为避免血栓形成 患者都会搭配使用抗拧血剂 但这就增加脑出血的风险 有些人只是小范围出血 没想到刘真是最严重的脑出血 不得不进行开脑手术 有媒体称 刘真脑部手术后处于昏迷状态 加上脑中风影响 身体一半无法动弹 病况始终未见起色 心脏和脑部都有状况 不容乐观 到了3月4日中午 台媒找知情人了解刘真情况 对方透露 刘真前一天完成手术之后 情况已经稳定 估计脑部出血问题暂时解决 报道指医疗团队前领与父 目前术户稳定状况 但细节无法透露 家属也十分低调 不愿被外界打扰 希望外界为刘真加油 有医生表示 装心式辅助器 有可能会有血栓和脑中风的风险和感染问题 目前关键是院方需评估脑中风程度 如迟迟没有意识或评估后 脑中风程度会影响到未来照顾 接受心脏移植几率会更低 台媒报道指 目前医院应该会判断 刘真脑中风程度的影响 关键是在有意识状态下才能进行心脏移植 刘真在心脏手术完成后 每一天都是紧急状态 每日状况都会变化 只要还没脱离叶克膜或心式辅助器 就十分危险 同一时间 刘真所属经纪公司 吉利斯娱乐忍痛回应记者 并向外界求助 经纪公司表示无法代表家属发言 内心充满悲伤与不舍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祈求 希望刘真老师平安脱离险境 大家要给予她坚强的信心 盼望与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